台东县美丽的自然风景吸引了不少国内外游客 以骑乘自行车方式前来旅游 日前有一名加拿大级的女子骑乘单车发生意外 前往大午派出所寻求协助 所长亲自用英语了解女子状况提供协助 让外国旅客直呼 台湾警察服务好又友善 而且外语能力还真高呢 日前晚间有一名跛脚牵着故障脚踏车的外籍女子 前往大午分局大午派出所 经大午派出所所长亲自翻译询问后 得知该加拿大级女子想骑乘脚踏车环台 骑到大午地区时 因天色渐暗又逢下雨 不小心摔了一跤 单车因此故障 才自拍出所询问有无脚踏车修理店 当时因与事件大 所长先请女子入内休息 并提供热水及泡面补充流失体力 据警方了解后得知 该名家国女子计划在台湾进行十天九夜的单车环道旅行 因天气不稳 夜间视线不良 才导致摔车意外无法继续上路 因此前往派出所求助 所幸大午派出所所长外语能力优异 才顺利协助加国女子完成后续单车维修工作 继续完成旅行 加国女子表示 台湾警方服务好又友善亲切 并且能使用英语与外籍人事沟通 毫无语言隔阂 来台旅游令人倍感安心 记者江碧任报导 来台湾警方服务好